第一次看到台湾员骂政府 我简直惊呆了 我当时几次觉得 哇我好喜欢这个可以大声骂政府的地方 我觉得台湾员太特别了 后来我才发现 哦原来民主国家的人都能自由骂政府的 大家好我是台湾媳妇 我是摩沙浅浅 高晓松说台湾员温联功奸样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总结大陆亲友最常评价 台湾员的20个特征 是我们跟台湾员接触过的感受 也许还有很多没有说完的 而之后有想到再补充 第一台湾员很记性 我还记得第一次来台湾旅游的时候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接触到的台湾员都好记性哦 我一下飞机 从机务员员 机场的工作员员 我还记得当时我在等那个行李的时候 我就遇到了海关员员穿的那个制服 带着那个检疫钱在检查那个行李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非洲珠湾的时期吧 当时我就觉得哇台湾的警察好帅哦 再来呢就是出来之后 接触到各种行业的服务员员 我都觉得他们很精神很有记性 我二姐来台湾的时候说 看到台湾员穿着很休闲 但是又很有气质 第二台湾的男生很温文儒雅 其实嫁给台湾的老公最大的原因就是 台湾的老公很温文儒雅 那来台湾之后呢发现就几乎是每个台湾男生特有的都有的特级 后呢又发现老公在台湾男生里面 其实也就一般般的儒雅而已啦 第三台湾员很大方 我没有来台湾的时候 很多认识台湾员的大陆员都说 哇只有台湾员好大方哦 呃说台湾员买东西不砍价 人家说多少就给多少 感觉台湾员大方到有点像水鱼 其实这真的是文化差异太大了 因为在台湾就是不流行砍价 那可能台湾员去到了大陆 他就可能就没有这个习惯吧 然后还有大陆的朋友说 呃去到一些景点 也是看到台湾员也是很舍得花钱 周围的大陆员都带着泡面 自己带水去景点吃 他看到台湾员都很舍得的 就直接就在景点买吃的 就是台湾员他觉得很大方 很舍得花钱 第四点 台湾员很善良 台湾员的善良是文明世界 西川大地震呢 台湾员也很慷慨解难 监管的金额高达70亿台币 就是15亿人民币 我看维基百科不知道是否准确 虽然现在换来的是小粉哦 再到后来的 毕本311大地震 土耳西的大地震等等 我们都看到了善良的一面 台湾第一时间派出专业团队去救援 健全 兼物资 这是大事情哦 那生活中呢 我也时时刻刻感受到台湾员的善良 我过去有讲一个我的台湾邻居对我的帮助 大家可以看一看哦 第五 台湾员不容易被洗脑 我发现台湾员很聪明 不容易被洗脑 对事情呢 也看得很透切 特别是小粉红对大陆的大内酸呢 哈哈 居然看得一清二楚 第六 台湾员代言不宣用为主的地狱歧视 但是我没有来台湾生活的时候 很多大陆身边的人都跟我讲说啊 台湾员会不会歧视你是大陆员呢 你去台湾会不会被别人看不起啊 呃来台湾之后呢 我才发现台湾员对任何人都没有带有 有色眼镜 就连外籍移工在台湾也是很受人尊重的 通常在大陆 听到什么印尼啊 越南啊 就是国家 就会说人家是落后国家来的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先入为主的带有偏见 第七 台湾员很愿意帮助他人 以前常常听大陆奶奶说 哎呀哪个地方的桥啊 是台湾员香港员一起赞助的 哪个地方的公共建设是台湾老板赞助的 还有奶奶的亲戚啊 村里面呢 有个人在很久以前去了台湾 后来那个人回来捡了好多钱 给那条村修路 所以一些大陆的亲友眼中台湾员很大方 很乐意帮助他人 第八 台湾员喜欢读书 我来台湾之后呢 我发现台湾很多图书馆 很多书店 除了成品之外 台湾到处都是各种大大小小的书店 说实话 我在广州很少看到书店 有 但是密度很低 第九 台湾员很有善 我在台湾走在街上跟每一个陌生人 陌生的台湾员眼神仙异 对方的回应都是友善的 我还记得我以前在广州常常走在路上 跟陌生人的眼神 就是眼神对上 然后常常就被对方头与异样 或者很松的瞪我一下 有一次我就跟大陆的朋友抱怨说 呃 然后我朋友就说对啊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他们对就是对陌生人 就是很警惕 那我来到台湾之后呢 出去跟陌生人的眼睛相遇 通常就是他们会点头啊 呃 有的甚至跟你弯腰点头 我第一次在公园跟陌生的台湾员 我们眼睛对上的时候 对方竟然跟我点头微笑弯腰 还跟我打招呼 当下我整个人觉得特别开心 就是很喜欢这种感觉 虽然说我们只是呃 刚好就是路过的相遇 但是呃 这种感觉真的让我整个人就是 当下就好开心哦 很喜欢 后来慢慢的发现 大多的台湾人都是这样友善的回应的 第十 台湾人说话很委婉 我发现台湾人说话还蛮委婉的 我常常搞不懂我老公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太委婉了 有一次我婆婆给我们买东西嘛 他竟然跟我说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 我原本是帮你们买那个那个那个样子的 后来怎么样怎么样 哦我当时就觉得他是我的长辈耶 竟然跟晚辈说不好意思 大陆的父母通常不太会跟局女说这些的 哎都是急来急去的呀 有时候就容易让人觉得啊 嗯大陆父母有点冷漠啊 有点高高在上啊什么的 第一台湾人会习惯说礼貌用语 我发现台湾人会自然而然的习惯说 请谢谢您不好意思对不起 后来有台湾的朋友分享 说因为他们从小就学习四为八得 请谢谢您不好意思是他们从小的时候就是呃就被教导的 就连一岁多的小孩啊都会说谢谢对不起哦 十二台湾人素养很高 我去搭公车火车飞机啊都是很安静整洁的 出去外面就是很拒绝的排队 在台湾很少遇到插队的人 台湾的街道整洁干净 没有人随便大小便丢垃圾 十三台湾人吵架也很温柔 台湾腔我超爱的 而且发现台湾人吵架都很温柔 以前在大陆常常听到邻居跟邻居之间很大声的吵架 在广州我还见过这一栋楼的人跟另外一栋楼的人都能吵起来 我也是醉了 在台湾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真的就是面对面的吵很松的那一种 十四台湾人不惧怕钱贵不为钱贵唱战歌 我发现台湾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惧怕政府钱贵不为钱贵唱战歌 第一次看到台湾人骂政府我简直惊呆了 我当时几次觉得我好喜欢这个可以大声骂政府的地方 我觉得台湾人太特别了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民主国家的人都能自由骂政府的 在大陆谁谁谁 那如果当官了不管是再小的官 延延都对他俯首称臣 看看能不能你懂的 十五台湾人相处起来很舒服 我觉得跟台湾人相处起来很舒服 真的 我来台湾跟台湾人一起出门 通常AA字账目分明 我们有什么会比较直接的说清楚 以前在大陆吃饭呢 常常就是被要求请客啊 或者出去吃饭 总是遇到永远掏钱包很慢的人 或者下回请你的人 或者你工资高你请客的人 台湾人见面讨论的东西就是比较单纯 吃喝工作 呃大陆人见面就讨论谁是谁买房买车了 谁是谁的小孩读什么名校 见面聊的东西都是金钱 当对的台湾人呃相处起来就不太会聊这些东西 会聊但是不会到呃聊的很深入 十六台湾人不爱攀比呃台湾人不会攀比老公啊 公婆啊 爸妈有没有钱 台湾人不太会攀比是你是否买房买车 你买什么地段 等户籍是否是农村你是否是外地户口 你的严际关系是否厉害等等 十七台湾人同行业者 台湾人同行业者不畏钱 呃会理智的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 不容易被一些媒体牵着走 十八台湾人很爱台湾 台湾人虽然平常骂骂列列的骂政府啊骂官员啊 但是我发现很多台湾人比谁都爱台湾 有些台湾人就算在呃国外有有工作的机会 就算他完全可以移民到国外 但是我听到他们不移民的理由就是太喜欢台湾了 太习惯台湾的生活了 很多台湾人跟我说能不能说说台湾不好的地方啊 我们可以改善让台湾变得更好啊 这真的跟大陆的不要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差很多 十九台湾人很小切信 在台湾台湾人就算做着很一般的工作 领着三万块左右一个月 他们也是很认真很努力的工作 呃努力的赚钱出国旅游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就是比较小切信 说实话在大陆啊领着几千块工资 呃想出国难过登天 二十台湾人很平静很很淳朴 我姐说来到台湾 她觉得每一个人都很平静 不管是从脸上啊还是谈话 都显得平静很平和 不管是从海关沿沿 还是机场沿沿 还是出来外面 很少从台湾人的脸上 或者沿蚁中 很少看到他们会急躁啊不耐烦啊 或者 或者他们沿蚁中的敌意 就感觉台湾虽然拥有了高科技的产品与技术 经济体也进入了发达的经济体 但是台湾人依然保持着淳朴的心 我觉得这真的很难得 二十条有点有点长 希望大家没有睡着 以上是我个人以及朋友对台湾人的一些评价 不吹不捧 都是真真实实的感受 还有很多今天我就先分享到这里啦 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哟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